2021明星年度熱手榜 百祿第九,羊羊第七,熱巴第四,新進頂樓公進第二。 不知不覺2021已經活成幾天了,大家今年都追了哪些劇呢? 今年的電視劇市場非常精彩,超戰,王一博兩大頂級流量男神都回歸, 楊密、趙麗榮、楊紫和迪麗熱巴也都帶著新作品亮相。此外,憑著古裝單改劇山河令大爆紅的公進也是2021萬眾足目的新星,以下2021明星年度熱手榜 百祿第九,羊羊第七,迪麗熱巴第四,公進聰第二。 2021明星最高熱手榜 楊紫,楊紫。楊紫自2019年親愛的,熱愛的爆紅後,時隔兩年於2021年底終於帶著新作女心理師回歸。 這部劇上當前可以說是萬眾足目,但上當後收視效果和評價都一般般,靠著楊紫的高人氣創造話題。 雖然是優學讀播劇的年度熱劇之一,可惜以楊紫過往的收視女王成績來說,實在不算好。儘管如此,楊紫依舊是2021最高人氣演員。 許多網友都覺得楊紫流年不利,他和超戰主演的餘生,請多指教,因著超戰的227輿論事件影響而不斷被延當,先前本來定當又臨時切當,其實這部劇原是2020就該播的,許多因素讓他一直播不了,所以楊紫才2020整年都沒有回歸。 再來就是和吳亦凡主演的古裝劇《青瞻行》,因著吳亦凡涉嫌性侵被逮捕入獄,讓青瞻行石沉沉大海,播出無望了。 希望楊紫和成藝主演的沉相如舌2022趕快播。超戰和楊紫合作的餘生,請多指教員管定當9月,卻在播出前臨時切當,這部劇實在是命運多喘,從2020年延當至今, 而粉絲對於他的期待值已經達到顛峰了,光是預告片的網播量就破億,再次證明超戰頂樓的人氣。 超戰2021依舊保持低調,少有公開活動撥光,除了舞台劇《如夢之夢》巡演之外,只拍了一部古裝先合劇《肉骨搖》,但依舊是熱手人氣王。 正常。 我们下期再见